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爵士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那一剑之光几乎演化了剑道极致 美得令人一阵窒息 太书邪庭早已经吓得是一身冷汗 所信的是那剑王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特别是破去光刀光塔后 力量更是所剩不多 邪风仆 他一下子扔出了一本黄浮 哗啦啦的在空中展开 链接天地化成了一道红河 将世界隔离开来 那红河瞬间被剑王展开 所有异象一下子消失 剑势不减 直接当头落下 太书邪庭瞳孔咒 此刻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那种恐惧感 大吼一声 身上光芒大胜 飞出了一件黄色铠甲 在空中变大 砰 那铠甲瞬间被击穿 剑气疏然斩在他周身地气上 震得一口老血喷出 连连后退 但也不过如此 并没有危及性命 这剑势有模有样 怎奈威力有限呢 奇怪呀 杜宇成拖着下巴 一副沉思的样子 自言自语起来 毕浩荡眉头皱起 也许是时间太久 那威力已经消耗掉了 毕竟此剑本就是产品 杜宇成也是轻轻点头的 因当是如此 那剑意之强 几乎就是五道极致的演化 令人叹为观止 很难想象三剑合一时的景象 那该有多恐怖 太叔协庭捡回了一条命来 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猙獰的大吼道 敢吓我 老夫要你死 他突然瞳孔一缩 只见天空上三色光芒一闪 如彩虹凌空而来 在身前化成一座迷你的三色小山 直接震落而下 那是 北镇南浑身一颤 双眸中露出骇然的金色 重量型的玄器 板门弄斧 太叔协庭一下子狂笑起来 右手手臂一下子肌肉崩开 猛的粗大了数倍有余 而且上面覆满鳞片 经脉像是老树枝一样 盘在手臂上 立氏之壁 木争一愣随即神色恢复如常 老夫修炼的正是立氏之壁 已达大成 太叔协庭发出宁笑之声 猛的张开五指 便往那三色小山抓去 喝到 弹鼓大利弊 小山上三色光芒一闪 无穷土系元素压下 空间瞬间塌陷 太叔协庭的手臂一触到那小山 整个下坠之势一组 整个手臂也瞬间再膨胀了一倍有余 什么 哼 太叔协庭 震骇之下 只觉得整条手臂瞬间失去知觉 随后小山直接压在了他的身上 整个人都彻底没有了意识 而在众人眼前 却是看到那山势一落 瞬间将他整个人压得爆开 直接在空中化成粉身碎骨 啊 这一下 所有人都是猛的张大嘴巴彻底实化了 就连端木仓也是美目一宁 完全呆之处 空中雷光一闪 李云霄飞驰而来 一道白光在身上闪动 将那小山收了起来 他内心也是惊骇不已 这三色山峰到底有多重 他也并不清楚 除了用神异力控制之外 自己也不敢应接一下 下面树人全都是脸色发白的看着他 似乎原力消耗的比他还要巨大 木征吞了一下口水 正正地说道 刚才那山峰是什么 李云霄故作镇定道 一件小玩意儿而已 不登大雅之堂 好一个小玩意儿 碧浩荡眼中金王闪烁 云霄公子可真是气韵通天呐 万宝楼拍卖会的压轴之物 神剑星灭竟然在你手中 现在两界山之宝又被你收了去 其余几人也是目光中闪动着羡慕嫉妒之色 李云霄冷冷的说道 怎么 浩荡兄眼红了 也想跟北明远海太叔协庭一般的下场 碧浩荡淡淡一笑 云霄公子神通无敌 连杀两名强者 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要说现在还能杀我 我是如何都不信的 李云霄同样是笑道 浩荡兄虽然说是不信 但内心还是忌惮得很呢 碧浩荡笑道 不否认 特别是你刚才击杀太叔协庭的那座小山 而且云霄公子的神通似乎层出不穷 着实令人忌惮 李云霄道 那浩荡兄的意思是 碧浩荡忘了其余几人一眼说道 看大家的意思 若只有我一个人出手 这事我是绝对不干的 但如果众志成成 老夫也说不得要分一杯羹了 其余几人都是面面相聚 能够从一系列的考验下存活过来 并且现在还扛住没走 多少都对自己有些信心 但此刻却一下子躊躇起来 举棋不定 李云霄刚才的神通 大家都见识到了 但如果众人联手是必然能赢 可依然存在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 一是自己能得到多少好处 没好处的是谁也不会做 何况要冒着生命危险 第二便是 能否将李云霄彻底击杀 一旦出手的话 这个梁子就算是结下了 以对方的天赋和实力 若是日后报仇起来 谁能挡得下他的怒火 这两个问题一细丝 每个人都是脸色微变 似乎怎么都不合算 云霄公子神通无敌 那傀儡本又是公子之物 自然应该归公子所有 在下无意争抢 一名九星出街五帝 终于缓缓开口说道 其余几人也纷纷附和起来 都是夸赞了几句 表明自己绝无这般心思 李云霄淡然一笑道 看来诸位都是明事理之人 既然无心思 那就请吧 他窥然不动 做了一个送客的手势 众人脸孔抽搐了一下 知道再留下也没有意义 便一个个抱拳而去 碧浩荡也是微笑着 打了一个招呼 化作一道红光 消失在天际 场内只剩下四人 李云霄目光一转笑道 苍大人 看你一言不发 心思迥异啊 端木苍 目光闪动了几下说道 妾身的确是有些想法 想和云霄公子谈一谈 李云霄道 可在下并没有什么 想跟苍大人谈的 端木苍微笑道 好任性的小子 有个人在找你 至于是谁 你们很快便会遇见了 李云霄眉头微皱 冷冷地说道 说完了 说完了就走吧 端木苍一愣 大眼睛眨巴了两下 含着笑意说道 怎么 你一点也不好奇 完全不像是 年轻人的心态呀 李云霄道 一 我好奇 你也不会告诉我 二 既然马上就会遇见 我也等得了 端木苍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你身上很多秘密 我对你也很感兴趣 但切身同样也等得了 我们还会再见的 他眨巴了一下眼睛 便倾笑之下 化作淡淡的荧光 消失在星夜下 李云霄双眉耸立起来 陷入沉思之中 端木苍的话似乎颇有深意 木征见他入神 轻唤了一声道 云霄公子 李云霄一下挥过神来 笑道 木征大人 可是在等待旅约 木征黑笑了一声说道 说好了 妙法陵墓 换拿傀儡之秘的 李云霄道 虽然这傀儡是我自己夺回来的 但木征大人也算是帮了一些小忙 我很愿意交换 他取出一枚空白玉剪来 放在额头 用神石将葫芦小金刚的成型过程 烙印了进去 只不过那冰煞心艳之事自然不提 木征大喜 也从身上取出一块秀气斑斑的圆形铁饼 看上去完全就是一块废铁 两人兑换了一下 各自检查一番之后 都是脸色微变 木征彻底呆滞住了 那傀儡 是半寿半戚 他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怒涩 似乎有些被耍弄的感觉 李云霄淡然的看了他一眼说道 怎么 半寿半气 也算是前无古人之举了 研究下去的话 必然会有重大突破 倒是木征大人 给我的这妙法陵木传承 他的脸色直接沉了下来 闪过怒气 残缺了且不说 里面几道修炼关卡 根本就是无稽之坛 完全没有可能 木征这才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 谁说没有可能 老夫不就炼成了吗 我可以保证 这修炼之术完全是真的 毕竟是神迹 岂能以一般的神童来度量 李云霄冷哼道 我们就且说第一道重要关卡 要用精灵之气脆眼 这不是瞬间就把眼睛弄瞎了吗 不错 一瞻就瞎 木征脸上的肉抽出了一下 似乎有些后怕的样子 他见李云霄疑惑的望着自己 黑黑一笑 惨然道 你以为老夫现在的两个眼珠子 是真的吗 他的眼珠一转 射出古怪之色来 上面还有无数细小符纹闪动 李云霄猛的抽了一口冷气 脸色大变 骇然道 你 你这是假木 木征这才将眼珠子转开 恢复到正常人的样子 大笑道 正是 如你所言 那妙法灵木本是神经强者修炼的神通 我们只是九天五地 根本做不到那些要求 老夫的双眼正是第一道关卡 被精灵之气触碰之下就瞎了 但是后来 老夫别出心裁 想到了用假木替代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让我颇有小成 这双眼睛现在跟真眼睛也毫无差别 李云霄听的头皮一阵发麻 他不可能弄下自己的眼睛来换一堆假木去脸 看来这妙法灵木的神通是无法修炼了 亦或者要另辟蹊径 这妙法灵木的神通是无法修炼的神通